好 为了要配合疫情指挥中心最新的防疫措施 特定娱乐场所防治作为 玉利分局是前往了特定娱乐场所执行机查 同时携带了文宣 告示牌向前来消费的民众来宣导 期盼透过机查宣导并行方式 促请民众要落实政府的防疫规定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特定娱乐场所 包括歌厅 舞厅 夜总会 俱乐部 酒家 酒吧 酒店 理容院等等 最新防疫措施 出入场所的顾客应该要提供至少三剂疫苗证明 并且落实实联制 如有呼吸道症状或者是发烧者出现 都不得进入上述场所 民众务必要配合 也请业者配合落实机查 应该要提供三剂的疫苗证明 另外工作人员及从业人员皆因接种疫苗两剂且满14天 如第二剂满三个月应接种第三剂疫苗 自即日起到4月30日需每周进行一次快筛 因信者才能提供服务 委员局呼吁将实施 稽查及取締作为 请民众不要轻疯病毒的传播能力 呼吁民众预分局将配合花年县政府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实施 稽查与取締的作为 另外也则由各分驻派出所所长接受最新防疫资讯 第一时间在所请教宣导防疫规定 执勤以及驻地安全防疫防护措施 也请各所的同仁透过各项的勤务时机 深入各社区部落来向民众广为宣导 记者高双双 玉里正采访报道